其實這個還暗指黃金海度假村 從兩年前第七次審查之後就延宕了到現在 那之前兩年前的我們這些訴求呢 包括要取得部落的同意 包括要等海岸法的特定區位的審查的機制出現 包括我們的富山遺址在開發基地的正下方 這些問題呢到底有沒有被解決有沒有被處理 我們今天會一一跟大家說明 黃金海道開發基地的位置其實位在海岸法的重要海岸景觀區 這是一個即將公告的特定區位 那不管是在它的樓地板總面積建築物的高度 或者是它可能造成地方自然狀態的影響 這些條件全部都符合應該要送海審會審查的條件 所以我們認為今天的環庭審查會應該要暫緩 等到海岸法的相關程序都完備之後 才不會有釋法性的問題然後才可以進行審查 今天之所以業者會送這個變更內容對照表來做審查 就是因為黃金海的開發基地跟整個非南無化的重要遺址 富山遺址是高度重疊的 那這在2016年第七次的審查會的時候 就已經有環庭委員還有文資專家提出強烈的批評 那麼這一次業者他們送出變更內容對照表 說他們要把建築物的位置變更 而且他們已經可以避開遺址的敏感區 並且他們提出了台東縣政府在去年底 在去年105年為他們召開的這個會議來做否證 但是對於台東縣政府召開這個會議的正當性 還有程序我們提出嚴重的強烈的質疑 因為這個並不符合文資法第57條 這並不是文資審議委員會審議的會議 這個會議等於是因為業者特地召開的 然後裡面只請了兩位審查委員出席 就做出了建築物已經避開遺址敏感區的這個決議 所以我們認為在台東縣政府還有開發單位 補證文資法的程序之前 這個案子也不應該審查應該立即停工 依據104年都蘭地區觀光有序發展評估案 裡面指出呢 到112年為止 整個都蘭地區房間的需求量其實只剩下68間 只剩下68間 那光黃金海這個案子就有500間的房間 也是這麼大的一個量體 那整個都蘭地區還有中旅這些 還沒有開發完成的開發案 總共加起來會有1000多間的房間量多出來 所以這對於當地的環境成果量是過高的 也會傷害地方的自然還有人文 湖上的這個地方就是三元灣 那有黃色 框起來的地方就是三元灣裡面的 山湖分布的熱點 那陸地上這一側這個地方就是黃金海 就是度假村的開發基地 那我們知道 珊瑚就是一個環境的指標 你水質好不好 那裡的就是海洋的那個淺 淺水處的就是海洋生態好不好 其實你只要定期的幫珊瑚礁做體驗 你就會知道 那我們期待在這個開發裡面看到一個 比較充分完整專業的報告 但是我們看到了什麼 首先我們發現他對於珊瑚礁的監測次度 他過去這些年來 他只有在105年他做了兩次 總共才做了兩次的調查 而且他沒有 所以他並沒有達到一年要做四季 一共四次的這個標準值 再來他去珊瑚礁裡面做的就是珊瑚的監測的位置 他沒有GPS的定位 也沒有水深 穿越線的水深也沒有飆出來 所以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裡做得到這個測站的數據 再來他也就是他的採樣的方式 會讓我們發現他其實嚴重的低估這裡的珊瑚的豐富度跟多樣性 因為就我們實際上從2009年在珊瑚礁這邊做的珊瑚提檢的 狀況我們發現 其實當地的珊瑚的覆蓋率 他有達到國際標準值的一般的程度 他並不是最低的 他有到一般 所以他其實已經有及格了 他體質是有及格 在就是 業者的資料也很嚴重的忽視一點 就是當地有一個很嚴重的影響海洋偵探的因素 就是岸上的泥沙的衝擊 那這泥沙衝擊是來自什麼 我們知道整個珊瑚灣的地質都是立即混同層 那立即混同層只要一下大雨 他前面的海灣就會從藍色啤酒海變成味噌湯 所以你可以想像那個地方的環境的敏感是很高的 那如果一旦這樣子業者他輕描淡寫的說 開發這裡不會對珊瑚造成破壞 你剛剛要更精確的數據他也拿不出來的話 那我們怎麼能夠期待他 後續能夠說他可以即時監測 立刻反應去處理這裡的珊瑚的危機呢 這個黃金海渡假村其實他非常靠近赤桶部落 他非常靠近赤桶部落 過去我們曾經在講說這個地方是我們的傳統領域的時候 其實當時環民委員有要求黃金海渡假村必須要做民族學的調查報告 這個民族學的調查報告其實做出來之後其實只有赤桶部落而已 那在後來的幾次審討會其實我們都有提出意見說 認為說這個地方不是只有赤桶部落還有加入蘭部落的傳統領域 所以其實他的調查應該還要補充到加入蘭的傳統領域的部分 但是我們發現他的民族學就是民族學的調查其實還是只有赤桶部落 那我們會希望說這個部分是不是應該環民委員能夠注意一下 黃金海渡假村他的開發面積是11公頃 那在過去的話他還有公有土地跟私有土地的部分 那自從圓民會106年就是公佈了那個公有地的畫設辦法之後 其實他就排除了傳統領域 排除了私有地的傳統領域的部分 所以就變成是說黃金海這個案子就百分之百的私有地 反而讓部落的人沒有辦法踐行自己的知情同意權這樣子 圓民會的部分也好像一步試過清天的樣子 然後入圍也是理所當然是私有地 所以他只要求葉子在地方半說明會 可是半說明會跟私情同意權他的差異非常的大 半說明會是不需要經過對外統一的 只不過是跑一個程序而已 所以其實我們要在這邊很嚴重的抗議 那我們也懷疑說為什麼國有地的浪售 圓民會沒有去追究這件事情 因為圓基法通過已經14年了 如果為什麼不去追究這個事情 政府口口口聲聲地說我們要轉型正義 轉型土地正義 可是到現在我還沒有感受到轉了什麼型 正義在哪裡 所以我想請政府不要只是說說話 要付出行動 再來原住民基本法十幾年前國家制定律法了 不過到現在我所看到的 政府一直在冒失這個原住民基本法 與政府定的原住民基本法 反正與政府帶頭冒失這個基本法 我不曉得政府在幹什麼 只有政府的要求開發要求才會停工 所以我要請政府幫幫忙 不要亂不亂孤獨地去對大財團